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常強力的拉人距離 這個距離真的是超級遠的 哇 你可以看到一開始我們的勇 就跟卡芬妮在森林裡面清熱清熱 馬上就被現在最熱門的射手卡芬妮 直接給秒殺 不過 沒有關係 不過滿意外的 一開始他們支援 沒想到我們的勇竟然沒有退後 我覺得夸克有個很有意思的玩法 但是我還不夠大膽 我怕我拍這種玩法 到時候又要備案大家不喜歡了 這個玩法就是 全部都是綠書 然後再配一個巫妖皇冠 經過這個裝備呢 其實不要小看夸克 他的每一項技能 魔法係數加成都是非常高的 先來介紹一下他的二技能 惡魔鎖鏈也就是他的拉人技能 很多人在剛玩打野的時候 都會被對面夸克亂的不要不要的 尤其是你只是打一般團 你不是打排位賽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保護你的野區 我可以跟各位保證 夸克真的是野團 如果你玩好 他絕對是最強的輔助 在國外的IG呢 有其他的傳說對決實況主 把夸克評選為2019 目前最強的輔助 畢竟每一個版本的戰術都不一樣 每一個國家的版本都還不一樣 不過我真的覺得滿有意思的 夸克的二技能呢 他的法術加成 有132% 而且把技能點滿的基礎傷害 有1250滴 也就是說你出的超極端的話 你一個拉人在大後期 大大大大大大後期 一個拉人可以拉到別人 至少4100滴血 還不算其他的技能傷害喔 也就是說你拉回來 只要輕輕的踩一個地板 對方就直接被你給秒殺了 好了這個時候 我們要來個魔龍爭奪戰 而閃電一下從中路 卡奧了過來那顆螺絲追了過去 這個時候 噗噗俏俏在這邊幫忙開視野 畢竟我的連幼子也還沒有出來 把閃電俠先拉過來 我先踩一下 其實夸克的踩 不一定要踩到沉默那一下 只要踩到減速 讓你的二技能有命中 就可以這個時候瞬移過去 把蒂芬妮直接拉了過來 另外我覺得夸克其實也蠻克蒂芬妮的 蒂芬妮的大絕招呢 還有他的霹靂雷尸炮 都會降低他的移動速度 有些蒂芬妮不太會切換技能的時候 就會被你直接拉過去 所以我覺得 現在在這個蒂芬妮這麼多的場次來講 我覺得出夸克真的會非常好玩 我覺得夸克還有一個非常好玩 就是他的大絕招吞食天地 夸克每次開大絕招都要喊這個 我真的覺得超中二的 有人這樣跟我覺得嗎 夸克的大絕招也非常有意思吧 技能疊滿之後冷卻時間只要30秒 基礎傷害1800 180%的魔法加成吸到滿 應該也可以吸一個 呵呵呵 如果出個全輸出了夸克 不知道能不能吸個6700多滴 大概這個數字 不過你要吸3秒 老實說也有點困難 那我覺得夸克呢吸人 有時候你把別人只要吸到中心點 就算對方呢把瞬移給繳繳 也是逃不出你的嘴臭功夫的 我覺得夸克假如吃了大蒜的話 一定非常可怕 好吧那這個時候 夸克又來了 我還是覺得夸克帶瞬移 還是比較好 戰術運用比較好 因為這個時候蒂芬妮 開了他的大絕招直接 被用直接給噴回家 真的是有夠可憐的 嗯 嗯 夸克有個很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拉人又可以嘴人 他的嘴人絕對不是全屏功夫的嘴 而是拉人之後你可以說 哈哈你被我給拉到了 今天呢 布布佳佳去 中民國修打球 發現有個很好笑的事情 就帶我去廁所大杯 耶~~ 直接把你吸走哦 古墓沒有噴到任何人 他的鼻子炸彈 你不覺得古墓的大絕招長得有夠像鼻子 在那邊亂噴 好吧 那這個時候古木吃完牠的彼此之後 再講剛剛的故事 呼呼喬 今天去打雄 在廁所呢 呃...的牆壁上竟然看到 有人把那個貼饒蟲的紙貼在上面 到底是我心裡想 What the fuck 這個不是貼饒蟲的紙嗎 以前國小檢查饒蟲的時候 我都覺得非常好笑 有些同學還忘記檢查 還隨便黏桌上 然後 然後就會發現 其實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為什麼檢查饒蟲 它到底是怎麼確定你 到底有沒有去黏屁股 甚至講起來好像有一點髒 但是為什麼我們黏桌上啊 黏地板啊 黏椅子 都不會被發現 我還記得我小的時候 有一次有得到老蟲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是怎麼得到 真的是 得得莫名其妙 然後我覺得我們老師 其實還做的蠻好 他們有在班上直接宣佈說 欸! BBCC 你得老蟲了 過來領藥 他還就是私下拿給同學 就是老師做的真的非常好 不知道現在 還沒有沒有檢查老蟲 就說兩個圓圓的 然後就要算黏你的屁股 然後我們都喜歡把他當那個 嗯 應該說是太陽眼鏡 貼在眼鏡上 然後就被老師打了 這個大概就這樣 不過我想應該蠻多吧 有什麼 驗尿啊 或是什麼尿液篩檢啊 驗老蟲應該有非常多 我只記得小時候印象最深刻 真的就是得老蟲 而且得老蟲不是只有 你要吃藥而已喔 是你全家都要吃藥 我真的不知道 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把神殿小大怪走 哈哈 啊 蒂芬妮在那邊開雷射光炮你死地 噗噗嘴炮再搭配一個瞬移 卡芬妮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納克羅斯超級殘血的表現 哈哈哈哈 我真的是太厲害了各位 這個時候把中塔拆掉 不過哥德爾過來 和平啊 過年 新年快樂 紅包拿來 包個300塊 給我嘴炮 嘴頓嘴頓 勇搓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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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把這個哥德爾在中間 想要變身成超級傻人 就輕輕鬆鬆包個200塊給我 意思意思 閃電俠過來使用一個連續 痘痘全沒有 痘到任何人 我的肉還是一樣 抖動的很厲害 加油啊 哇 這個閃電俠是怎麼樣欸 都還沒有開始放技能血 就已經剩半條 這樣就要直接給撤退囉 新年真的是非常開心 又老了一歲了 各位來把這個刀鋒寶貝拉過來之後 再踩一個控場 我還記得夸克有一次變超強 就是他的地動山搖 嗯 地動山搖那一招 只要距離夠近 會附帶一個0.5秒的沉默 不過你不要小看夸克 你不要以為夸克沒有一個暈眩技能 其實夸克的一技能 在把別人拉過來的瞬間 會造成一個非常短暈的暈眩 這是大家比較沒有注意到的地方 還有他的大絕招 其實也算是一個短暈眩的控場 我覺得最完美的 其實是先拉過來 踩一個1技能呢 1技能踩的瞬間 馬上放大絕招 那踩大絕招 我還是建議用輪環指向技 你不要使用懶人按鈕 有時候你吸一吸 直接吸旁邊的野關 那真的會超級尷尬的 好了 那這個時候 BBCC又來了 這時候我沒血 我覺得沒血就算你是輔助 還是回補一把吧 而且我的瞬移還要20秒 我的霹靂大絕口臭戰術 就差這20秒了 你看我的屁股 有一條非常長的老蟲來囉 嗯 不知道大家新年都在做什麼呢 是不是該不會有在跟親戚 一起打傳說對決嗎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對影片按下 喜歡讓我知道你所有的按讚 都是我繼續製作影片的動力 這個時候BBCC又來了 來囉 這個造型真是長得超像 超級瑪麗歐的 超像拿那個手套長得超可愛 這應該是夸克 最可愛的造型同意的 歡迎在下方留言加一 來囉 喔 風好大 你看我家的門都直接被吹到洞洞香了 我們只要直接推進去對面 被我們打出一個18比1的懸殊差距 而且 我們一座塔都還沒有破掉 我剛以為我可以把那個刀鋒寶貝給抓過來 沒有想到好可惜 那這時候BBCC踩了一個地洞山搖之後呢 BBC又來了喔 和平啦 各位我們和平的結束這一場 大家一起取此考了喔 大家說好不好啊各位 好 好吧 沒有人理我閃電俠啦 大家要閃電俠 他就是只敢這個樣子嗎 哇 我手機要沒電了 這絕對不是你沒電 我手機就是這樣常常沒有電的 好 這個時候納克羅茲 是直接把閃電俠跪在地上 拔杯喔 可能是拔到一個不好的杯 直接躺在地上 有把防禦塔給摧毀之後 這個時候 BBC大隊就直接把對面給摧毀 剛剛有點被口水嗆到 有點不好意思 那這一個就是我最愛的 夸克輔助在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對影片按下喜歡 讓我知道 那你有什麼開心的事情 要跟我分享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所有的留言 我都會一一的回覆你 新年快樂 萬事如意各位 恭喜發財 紅包拿來 各位 拜託各位 祝你有個 愉快的新年 又是銀珠公